主料,鲜虾200克,发灌面包100克,主料,橄榄油,百里香,小米辣椒,大蒜,香葱,柠檬汁,芝麻油,黑胡椒粉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大虾用流水冲洗干净,沥干水分,剧头,剪开被调去虾线,处理好的大虾放入一个大碗里,香葱切成小葱花, 小米辣椒切成圈,蒜切碎,百里香与苦菊分别洗净的干水分,把小米辣椒,蒜,百里香混合放入搅拌机里,加入柠檬汁,倒入一半的橄榄油,香油,黑胡椒,混合搅拌面调料酱,把一条打好的酱汁放入处理好的鲜虾里,拌匀,盖上保鲜膜,腌制15分钟,拌匀均匀,盖上保鲜膜,腌制15分钟, 把把滚面包斜切成一厘米厚的片,平底锅烧热后,放入改缆油,把面包片放入锅里煎出香味,放入一个长条的盘里,摆上苦菊,将腌好的大虾放入锅中,煎熟,分别码放在面包上,装饰上香葱和小米辣椒圈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大虾用这样子腌制后的煎熟会更加入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